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深入地了解赚钱的重要性 如果屏幕前的你 对于金钱的概念不够深刻 那么除非你是富二代 否则的话你最好找个没人的地方打自己几个耳光 让自己好好地清醒一下 在社会上没有钱你将寸步难行 不仅中午会饿肚子 甚至回家也会被赶出家门 所以请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让自己变富 这才是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我接下来讲的这四个有关财富的认知体系 你一定要好好地看看 判动少走五年万路 第一 倘若你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富有的强者 那么你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和他待在一起 哪怕是跟着他打工 本来当学徒 只要你能待在他的身边 那么你就可以在无情之中提高自己的财富认知 这个时候就要选择无条件地信任对方 不要抱有一丝怀疑 那么你能吸收的财富思维 就会越多 第二 搞闲就不要太要脸 太要脸的人很难赚到大钱 你千万不要想着站着就能把钱赚到手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刚开始别说站着 怕着都有可能没有门路 想收获财富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的脸皮撕下来踩两脚 那么你的生存空间就会比许多人要大得多 能收获的财富自然也会多 第三 使用25分钟定律工作法 以25分钟为一个单位 在这25分钟里别的什么都不要想 专注地去工作 集中自己所有的注意力 然后等做完后再适当地给予自己奖励 那么你的效率就会越来越高 每天能完成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多 第四 每天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 太努力的人跑不远 要学会劳意结合 你可以在你闲着的时候去喝一杯咖啡 或者出门感受一下微风 让自己的神经完全放松下来 太紧绷着会让你一天下来变得压力更大 甚至对于做项目产生抵触的情绪 而适当的放松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这样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帮助你收获更多的财富